昨天我给小五妹妹设计了一个很难的关卡,想锻炼一下小五妹妹,但是小可爱们不愿意了,那我今天给小五妹妹设计一个超级简单的关卡,因为小伙伴们看到小五妹妹都会卸上鲜花,棒棒糖什么的,看到她也会愿意进入游戏和她一起玩,只要小伙伴们喜欢小五,我就给小五设计简单的关卡,让她通关,你看小五妹妹,马上到终点了,你看她开心的跳起了舞,听说小可爱们都讨厌猪竹青, 因为猪竹青要跟小五妹妹抢糖三哥哥,那我就给猪竹青设计一个超级难的关卡,让她到不了终点,猪竹青,我是不会让你走到终点的,看我怎么整你,你摔倒吧,你哼,但是小五妹妹和我说,她想和猪竹青公平竞争,这样太不公平了,小五妹妹,你真的太善良了,行行行,我让你们公平竞争,我不给你们设计关卡,小五妹妹,你要多捡地上的地毯,我相信你能到达终点的, 因为善良的人都会有美好的结果,哇塞,小五妹妹到达终点了,小五,你真是太棒了,还不知道怎么玩这游戏的小伙伴,我来告诉你吧,点击视频左下角的233乐园下载之后,搜索疯狂红毯,游戏不用安装,不占内存,点开就可以直接玩,这里面的游戏超级多,快来试试吧。 by bwd6